時間一到紅蓉拉開 粉絲不敢往裡面衝 乖乖排好隊 一個個先量體溫 額頭幫我撈出來 有帽子的幫我掀起來一下 要量體溫 量碗體溫還要用酒精消毒雙手 拔腿就衝 往目標攤位 但是口罩不能離身 今年動漫展遇上武漢肺炎 密閉空間是防疫的挑戰 應該不會啦 都有戴口罩 因為人很多啊 就只能戴口罩 不過現場動漫迷 似乎沒有太擔心 甚至前天晚上頂著低溫 來到現場搭帳篷排隊 就請家人送外套過來 太冷了 前一天就到現場排隊 甚至有人半夜還搭起帳篷 背包裡裝的全是後外套跟羽絨衣 擔心搶不到商品 但廠商更擔心防疫的問題 工作人員一到場 先量體溫再消毒雙手 攤位也全部用酒精擦拭 主辦單位更是不敢大意 官網上提前PO出武漢肺炎懶人包 不但做衛教宣導 更告訴大家展場備有酒精 會要求量體溫以及佩戴口罩 今年台北國際動漫節 總共有500個攤位 預計5天的展期 將吸引30萬人以上 主辦單位不敢大意 耳溫超過37度 我們不能讓他進場 第二個收完門票以後 要噴 因為服務人員跟他手部有接觸 所以我們要噴消毒液 大型展覽活動 防疫措施不敢少 2月4號台北國際書展 確定延後到5月7號舉辦 2月6號的台北國際電玩展 照常舉辦 但主辦單位強調 體溫超過37.5度 不得入場 現場加強清潔消毒要做好 一切的準備 避免群聚感染 記者張彰鵬 王一仲 SNG小組 台北報導 每個月1號 只要是